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接下来我们后面的练习是治安语言的 然后我们做的是判决书里面的资料 就比较跟你们出去接近的东西 那我们要做一个很挑战性 你们律师都常常碰到就是说 如果给你一些事实 你就马上知道这个事实跟哪一个条文有关 那我们希望这个事实的陈述能够得到 你马上知道这是名法第几条有关的 考试也会考,律师考试也会考这种题目 这是不是名法第几条,相关不相关 我那是你们律师专业的 那我们律师专业能不能做到 我们去,还没疫情之前嘛 我们去日本的时候就在日本也在做这个比赛 他们把那个日本的这个考试题目啊 就是考律师这种考试题目 然后叫大家来比赛 哪一个电脑可以说这个事实的陈述 是哪一条法律条文 他们怎么考 他们就说我给你这个事实陈述 问你说这一条名法第几条,这一条 是这一条相关还是不相关 就binary,对还是不对 对不对 那你乱猜会对一半嘛 0.5%嘛 可是他们第一名 用电脑一直跑跑跑半天 出来结果 第一名猜正确的猜六成多一点点 跟五成乱猜才差四趴 表示说这个问题很难 它只有问题,他们例子太少 他们只有六七百个 可是你想要知道哪些事实跟哪些条文 要收集的很大很累 他们只有六七百个例子 就要让电脑学到这些事实上不容易 那当然这大数据要怎么样去准备 我们就是找到一个方法 等一下你们我们自己凸法链纲 我们都不懂法律 但是我们就是挑战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挑战这个问题 那就把判决书里面的文章 法国关系就讲一下判决理由 最后判出来 他就引用第七名第几条第几条 那怎么样,为什么这样那样的写一对 只要这里面提到什么样的画条 我们会假设这里面的叙述都跟这些条文有关 但是不一定 因为它更清楚的是 这个条,这个事实才跟这个条文 这个事实跟那条文 应该要更清楚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 我们都是computer science 我们没有办法做 我们就假设说 自然语言出现的句子 只要你那里没有出现什么条文 我们通通假设它跟它相关 我们就这样假设 所以会失准 所以你们只要看到很不合理的东西 你就不要怪我们 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 我们可以大量做 我们可以在所有的事实 在所有判决数里面 所有的划条 我们就假设这样对应起来 做大量的时候大数据 然后去跑跑看 等下我们看到结果 看这个结果合不合理 如果有兴趣 我们就可以合作 做得更细 更超过日本 不过我们是用土真条例这个范围 也不是所有的 土真条例 就是用跟土地吞针的判决书里面的范围里面去做 当然以后这个原理可以运动到各种不同领域 好 那我们要做这件事 自然语言要怎么做 当然要就处理文字 那你要了解这个句子里面的意识 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叫做 Semitic Embedding Semitic Embedding就是说 我把词的语意 或者句子 Sentence Embedding 或者是甚至Document Embedding 就是说我把一个词 它的语意编码 编一个项量给它 这个项量大部分都300到400维 这个项量那么大 大概就可以注意表示 最好的一个语意的 中间的这个叫 我们前信代数里面的 这叫做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技术去分析把它压缩 所有的维度 只要是Independent的项量 都算一个维度的话 那真正Independent大概三四百个 就足以表示所有的语意 所以为什么现在Semitic Embedding 大概都是在300到400这个维度 好 那我们现在就是说 我们把法律的东西 会有特别的专有名词 Semitic就把它变成项量 每一个词都变成项量 那项量为什么要做项量 项量有好处 就有线性代数用去算的话 可以做相似度比对 因为相似度比对 这两个语意显相似 后不相似就会造成 你最后分辨 整个句子语意之间的关系 是怎样 基本的相似度比对 那我们把Word Embedded 这个喜欢跟爱 非常相似 所以理论上 当我们要编码的时候 这两个爱跟喜欢 明明就很相似 可是你如果乱编码 那两个都不相干嘛 可是你要让它说 爱跟喜欢是很相似 所以我的编码 一定要让它 这向量跟向量之间 它有某种相似度 但是也不知道 哪里摆哪个维度像一 其实比较像爱 哪个像喜欢 你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你当然要用机器去学 学到所谓的Vector的 这个Embedding 就是Embedding 就是隐藏在里面 把一个字 词的意思 把它放在里头去 表拔出来 那我们要去学这个东西 就要大量语料去跑 那很多种演算法 很多种方法 那法律就跟规则会比较相似 那法律跟咖啡 就不显示 法律跟咖啡放在一起 那不是很奇怪 法律就等于 很接近咖啡的概念 那不是很多人会不同意吗 你们学法律会说 法律跟咖啡怎么会等同类比 所以你编码不是乱编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 编码一定有它的道理 让它编出来 那个码有一点反映出 它真的意义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要怎么编呢 没有人知道要怎么编 那300个随便点 10101随便乱编吗 那就是用机器来学 它怎么能自动去找到这个东西 那就是很多演算法就在探讨这个问题 怎么样去做word embedding 把它表达成vector 如果是国王对比皇后 那王子要对什么 你们大家都有答案都会对对 那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国王对皇后 国王是男的 皇后是女的 然后王子是男的 公主是女的 然后皇亲对皇亲 对不对 皇亲有皇亲 所以好像有些是一样 有些不一样 对不对 那你要对起来就能够到这边 能够做这样 所以项链里面 如果这个项链减 这个项链就应该等 这个项链减 应该相等啊 就有一个这个条件啊 对不对 如果能满足它 那这个编码就比较像 我就可以利用说 这个项链可以运送 我弄过去 我就倒这个项链的纸丘出来 我就说 这脑居然会做类比耶 跟我们人一样耶 我不知道你脑子 是不是用这样的方法 可能不是啊 你可能更厉害 我就冒出公主 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类比 我们人都好像是 这个我们吃 吃饭的家伙 天天什么样 都可以挑战 大家都一样 奇怪了 那这个你的脑子 编码是怎么编的 怎么存的 怎么取的 怎么推理的 怎么大家都一样呢 那不是很奇怪吗 你怎么压缩你的 这些情报进去 到变成到脑子里 应该每个人都有 基本能力 都是一样啊 可是就是这些类比的 embeding 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样 比方说 beautiful对ugly odstrong就对weak 那你都可以去推 类似的这样的东西 很多很多的这样的对应关系 那你如果编到好的一个 smile embedding 应该可以让我们 support 我们这样的一个推理才对 所以为什么smile 变得越来越夯 那我们怎么样得到这些 向量的 embedding的 向量的空间 如果我要用0101来代表一个词的话 那里面那个词的vector 是代表某一种语义的information在里头 让我们能够support我们这样的理想的这个 那当然有很多种方法 各有高下 那现在还没有觉得说哪一个是真的最厉害 只是说好像已经反映一些东西可以做得出来了 那当然比较常见的 这个就是两种原算法 一个叫Skigler原算法 一个叫做Bag of Word的这个原算法 那我们再看一下它大概原理是什么 这里面是很多的smile embedding的一些派别 然后整理一下 那很多的有Bag of Word的 前面我们有提到Bag of Word 那有Elmo,Skigler,Skigler,Skigler,Glove,Stanford 然后Fastek这类都是属于用一堆词的 就像好像是男人女的那个Bag这样的 这个自拆解以后然后才去解说 那也有GPT的,有Burt 我们后面会谈到Burt 然后Transformer,Exer,很多很多 Incoder,Decology,很多不同的系统 大家都在提出他们的作法 怎么样去做Skigler Embedding 那不管怎样最后就是得到一个 项量任何一个词或者句子 它会得到一些项量 那这个是有关于Burt Burt为什么很有名呢 因为他以前在做自然语言处理的 QuestionAnthony很难为达 我们曾经有AI的课使用 这个自然语言的 就故事的QuestionAnthony 给你二三十个句子 那问你第二十一个或三十一个句子 那个句子里面有一个词把它拿掉 然后当作问题问你说这个词应该是什么词 那你就可以预测出来 跟你了解了前面二十几条或三十几条句子的内容 的故事内容 你就可以回答那一条的里面的某一个词 它提议的时候有十种不同的可能性去猜 那你猜是十分之一对 但是它就会用Burt的东西去Train的话 可以Train到几乎八成到九成之间的正确率 如果是你乱猜的话 就有史特神正确率 乱猜的话 可是他做到的是85%Burt 他就说他为什么做到 他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词跟词之间关系 用大量的语料去理解以后 他知道词跟词之间关系关联度是什么 是他产生有意义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这个资讯留下以后 他可以来判断说将来给他拿掉一个字 他就知道这个字被拿掉那个字 应该像长的什么样 就可以说我把王子拿掉 公主 国王 皇后你就会猜出王子出来 一样的道理 很类似 就我们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其中一个演算法就叫做CBOW 一个叫Skigberg 因为我们都大量语料去训练 词汇跟词汇之间有一定的出现频率的关系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要猜有一个序列的一个句子里面 那WT-1 T-2就是序列一直下来 那中间有一个字不见了 对不对 那个字 那我们要从前后的字去猜出那个字 就好像我们一个classifier去预测出后面那个字 我们给你音符是旁边两个 上面两个 下面两个 那你要猜我们请问中间那个是什么 中华国 中间哪一个 你们就说这个要猜什么字啊 对不对 中华后面国 那中间这个字会弄掉什么 最可能的那个句子就是明就会跑出来了 对不对 那一样 那我们这个大量看一看就会得到这样的关系 你就可以中间那样 那这个叫Continuous Bug of Words 可是反过来 反过来 如果我知道中间 一个明 那请问左边那个字是什么 右边那个字 我只知道中间那个字 我要预测 上面两个字 下面两个字 我要让它预测正确 如果它预测不正确 我就处罚它 就改这边Connection Way的 Encode Decode的关系 Encode Decode出来就是这几个字 都猜对 这个地方我用前面上下两个字 下面两个字 我再Encode进去 一个Representation 然后我把Decode出来 那个字就跑出来了 中华国 有名就跑出来了 因为你中引扣 华跟你扣 然后中间扣一个 国引扣 你要看我预测中间的字 明就跑出来 你是在做Encode Decode Encode Decode 你大脑里面就天天在做这个事情 这个就是一个 Skip Ground跟Continuous 它不同做法 大家都可以得到 最后都得到了所谓的Embedding Embedding里面的一些 Internal 内部的一个表示 Representation 它就是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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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这样 那个就是我们的 要的向量 我用那个向量丢进去 我Decode就出来 跑出这个字 我就进去 我就Decode 这四个字都被我预测出来 最可能的字 就被预测出来 我们这个深度学习 我们讲的只是 其中的一些少数的一些模型 刚刚今天我们讲的是CNN 叫做CNN 最重要的是CNN的概念 就是一个过滤器 涉及一些很多的过滤器 去把一些输入的资料里面的 一些特征的抽取出来 慢慢再解析 把它再分析出来 这是哪些特征跟哪些组合在一起 最后可以分类 我们设计很多分类器 那CNN就是一个训练 那个superwide的一个分类器 比我们所讲的 传统技术学习的 Decision 3的分类器 或者其他分类器 它就更复杂 更多的类神经膜 好几层越来越低 但是它就是因为深 然后好像我们大脑P层好几层 它都自己会去分工合作 去改变它的weight 那一旦会改变 就有学习 慢慢往正的方向 去把它桥对 把输入跟输出的 每一个训练的pair 的data 都预测正确 那等于预测 都做了很多这样练习以后 你只要在这个同样类似的领域里面 你找一个例子 它就可以预测正确 那这个原理很简单 但是前提是什么 有很大的数据 这个数据就是big data 一定要大 问题是说 你不是大数据就可以了 我们大数据需要 这个有正确答案 那正确答案一定是专家 才知道正确答案 那下面专业律师 才知道正确答案 可是我们的这个 tomputer science 学生 我们根本没有法律素养 所以我们乱标一气 那答案当然不一定会很追求 可是我们要用我们自己 computer science的训练去抓 给一些假设 对不对 就是假设说 判决书所引用的条文 一定是跟这个判决的判例相关的 那这样还不是很精准 是很粗糙的一个 可是这样就可以做一些东西了 那我马上问你 这个记者虽然我看不懂 但是我要问你 这个事实 它是跟哪一个 土真条例哪一条有关 有多少条 你要蒙到一条是相关的 不是那么容易 对不对 如果六十条 你说这一条 这个事实 就跟这六十条 哪一条是最相关 是真的relevant的话 那电脑怎么 会知道 六十分之一的机会 对不对 那你一定是要消化那个事实 然后你知道 因为这个 从这个语义里面 我判断以后 知道说跟我所理解的 那个土真条例 电脑什么都不知道 都空了 那他怎么知道呢 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们要很多 土真条例的这些条文 都给他输出 那我们用刚刚那个 这个Semani bedding的方式 把这个语义都把它 放进去以后 那我们希望这个语义 能够露出一些相关联的东西 可以让它做分类器的特征 那语义的特征 它在三百围 几百围的这个 语义的项量里面 它去抽取 然后再用那个学习方法 把它预测出来 然后可以分类器 可以分到说 就是这一条 那我们就用大数据 就是我们要很多的 土真条例 那土真条最多的地方 就是判决书 虽然没有标那么准 但是它至少已经标好了 对不对 那我们还用一些check去删掉 说这个条文 这个句子如果是什么的话 都出现在每一个判决书 这个句子就没有用 那就跟编码一样 编那个 我们的图书馆编码一样 假如很多的的的的的的 每个字都出现在每一篇文章 那的就没有用 对不对 那如果每一个句子都出现在 每一个判决书里面 都是这一个句子 都是出现 那个句子就是对判决书分类 没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那些句子去掉 把相关的句子留下来 那就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精准 对不对 所以要有一些pepper 去处理这个数据 那当然这边有很多经验 那我们就有法律的跟合作 跟那个我们computer sign合作 那就可以做出超越 目前所有全世界都够做的 这样一件事情 可不可以做得很准 如果一个domain 真条例可以变得很准 那同样道理 未来这种方式 就可以引用到各种领域去 那将来有一天 你们考虑是从这个判决书 找掉一个叙述出来问 这个跟土真条例哪一条 那电脑是判断出来的正确率 比你们没有学过那个条文的人更准 那就超越了所谓的专家 那电脑就打败人类 在这一方面 每一个领域都是这样在做 最后就慢慢这个电脑就会越来越厉害 那是什么啊 那是什么本事 我觉得他们有什么